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Lamp and Light 灯和光 第一系列视频信息 唤醒良知 016 中曾谈到过人类的价值观 所有人都需要了解生命真理的原则 并了解良知和道德 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两个王国的公民身份 我们不仅要保持地球国度的价值观 还要保持上帝国度的价值观 所有的基督徒不但会追求人类的价值观 并会追求基督徒的价值观 那就是爱上帝和爱人 基督徒不仅关心我们的身体需要 还关心精神需求 因此 我们将学习技术技能和社交技能 同时也发展与真神的关系 基督徒会承认 高举 敬拜 赞美和荣耀真神 我们不仅接受耶稣为拯救者 而且还高举他为我们的主 我们将宣扬关于三一神的真理 三位一体 他们都在幕后为人类的救赎计划而共同努力 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 也相信我们的生命是真实的 有特殊的意义和目的 根据圣经 基督徒需要知道很多的真理 远离罪恶 相信并服从我们的主 成为耶稣的言和光 快快听 慢慢动目 跟随圣灵的带领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我们的上帝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取悦我们的上帝 爱我们的敌人和为他们祷告 为上帝服侍 为人民服务 不要报复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加倍努力的去帮助他人 相信三位一体真神的救赎计划 尊重真神的神圣权威 原谅别人七十个七次 便成为世界祈祷的勇士 鼓励 启发和建立他人 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帮助人们 建立自己的生活 不要羡慕别人 相信创造者的威严大能 以耶稣重视我们的方式去重视他人 学习耐心和自我控制的功课 繁衍子孙已照顾好这个世界 不担心世事的发展 我们对未来仍充满希望 不要将宝藏存放在地球上 而是要将宝藏存放在天堂里 我们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扩展上帝的国度和上帝的荣耀 我们爱人 不会论断人 但我们会向人们指出真理 追求慈善 正义 怜悯 谨慎 诚实 温柔 仁慈和善良 基督徒会感受到我们周围的罪恶和邪恶的力量 并依靠上帝的力量来克服他们 基于对上帝的爱和对人的爱 我们将会把这个福音好消息告诉给灵魂失丧的人 基本上 基督徒不仅遵守道德和自然法则 而且会爱人 爱自然和爱看不见的神 我们也把其他宗教信徒和无神论者视为我们的朋友 他们只是现在没有悔改并且尚未回到神面前 基督徒将学习上帝的话语并随时向上帝祈祷 这是基督徒生命的呼吸 基督徒的目的不仅是获得生命 而且还能获得更丰盛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感恩 兴奋和喜乐的生活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住的人也少 马太福音7章13至14节 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好人并不容易 在这个撒旦控制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是更难的 但是进入小门 走在狭窄的道路上将引领我们走向永恒 这与走在更广阔和灭亡道路上的人是大不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5章17节 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 我们过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在我们重生之后 我们成为新的人类 并生活在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中 罗马书12章1至2节 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这两节经文说明了这一结论 基督徒价值观的重要部分是敬拜他 A. Worship W. Wait upon the Lord 等候主 O. Offer our liv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献上我们的生命为活祭 A. Rest in his presence 安息在他面前 A. Sing unto his greatness 唱出他的伟大 A. Humble ourselves before him 在他面前谦卑自己 A. Intimacy relationship with God 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A. Pleasing and honor him 取悦和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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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eben Minnesota汉本弱尊敬他 aaaa número一千 对 A.在前悦等落空仅 A. empowering him 振下 trabal达人的弱 Lob于吉他